哈囉 各位媒體朋友 各位長官 各位嘉賓 大家好 新陳 感覺這個新陳一年能夠看到你感覺非常非常的開心 相信是一個很綻放美麗的開始 對不對 不過回家這個林一辰剛剛這個在背板後面 你告訴我們你的讚美宣言 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其實美麗是很多人都追求的 但是往往有的時候就忽略了健康 所以美若康的讚美 我覺得他宣言就是帶給大家一個期許 而我美麗卻做到了 就是我們能夠兼顧美麗也兼顧健康 兼顧美麗兼顧健康 而且是放大版的對不對 感覺起來特別特別的令人感到開心跟期待 這一次竟然是你第一次佩戴彩拋放大片 怎麼會這樣子呢 對 這一次這一系列的工作 因為我幫美若康拍攝了平面還有臉書的廣告 真的是我有時以來第一次佩戴放大片 對耶 所以你以前為什麼沒有嘗試想要戴過放大片 因為聽過太多的傳言 包括自己的好朋友 親人親身體驗 那可能每個人戴了放大片以後 都有程度不同的眼睛方面的問題 疏失疾病等等 因為他們可能覺得美麗就要一起美麗 所以可能有的人就會佩戴過夜 然後甚至戴著睡覺 再我聽起來都好恐怖 對 我覺得是不恰當的 那當然眼鏡的佩戴也不允許這樣 但是我覺得延長時效 是這一次美若康都帶給大家的 對 那是今天林一辰 你帶了美若康讚美對不對 因為我看你眼睛很閃亮很漂亮很方便 所以要問一下林一辰 這一次能夠放心把這第一次交給美若康讚美 是不是因為你找到了一個鋼 你覺得說 哇 能夠全新信賴的產品 這絕對是非常大的一部分 還有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我直接親身體驗 尤其這一次跨年的時候 剛才 好12月 331號剛過 美國也要拍攝廣告 那天拍完之後 其實也9點多 接近12點了 我其實想說不行 我到這個時間點還是要漂漂亮亮 我就決定帶著美若康 你很過癮 過這個五月 了解 所以你剛剛是跟大家說 陪你201314 愛你一生一世的人 不是男朋友也不是什麼親密家的人 是美若康讚美 是美若康讚美 陪你一生一世對不對 愛啊 果然是一個很聰明的全新選擇對不對 是美若康讚美 是美若康讚美 是美若康讚美